记者蔡雅化台北报道 台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今天下午审查台北市教育局明年度预算 教育局编列1 98亿元补助就读私立幼儿园的4岁幼童 每人每学期补助13,660元 但多名议员指出市长可文哲日前在市议会总质询时曾宇诺 明年9月补助就读私幼的3、4岁幼童 却只编列4岁幼儿的补助预算 值一颗批明年选举 恐懒用地方教育基金大开选举支票补助3岁幼童 对此教育局长曾灿金说 各界建议两三岁童一并纳入补助 但两岁幼儿的就学多元是否补助争议较大 目前人在思考至于3岁童补助 是否会朝这方向也拟 明年4月将会专出补助方案 教育局科长吴文智补充说明就读私幼的4岁童 每学期补助2543元 明年9月期每人每学期将补助13,660元 因此预算增加一五亿元总预算一九十八亿元以编若三岁童也比较四岁童 估计经费约6亿元现在争取中央的补助